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想知道很多关于他背后的故事 那今天我就来到了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 据说这里是成龙先生儿时的梦想 里面藏着很多他不为人知的故事 那这里就是位于云岭东路的成龙电影艺术馆了 成龙是众所周知的国际华人明星 获得了许多国际大奖 但是他和我们大家一样 是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起来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曾经是一个没出息的孩童 一个衣衫蓝绿的男孩 一个鲁莽的少年 他和我们一样 有喜怒哀乐 有恐惧 骄傲 有愤怒 幸福 这个艺术馆的建成 就是希望大家放弃现有对成龙的印象 重新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 一个真实的成龙 刚走过这里的时候呢 我似乎还没有发现 就是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建筑 就是成龙电影艺术馆了 外形看似一座厂房 实则内藏乾坤 对了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些铜像 熟悉成龙电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些铜像呢 就是出自成龙2012年上映的电影 《十二生肖》当中的生肖的铜手了 那沿着这些生肖铜手走进去呢 就是成龙电影艺术馆的主管建筑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吧 成龙电影艺术馆是成龙在中国上海 长丰生态商务区亲自选址 并授权筹建的 目前全球唯一以成龙命名的 专题电影艺术馆 艺术馆将围绕成龙作为中国符号 功夫巨星 慈善使者的定位 全面展示成龙的人生轨迹 和从影40多年取得的骄人成绩 一进入艺术馆啊 我就发现了这么一堆东西 看似呢不是很亲眼 不过啊却是似曾相识 诶 这个机关枪不就是出现在宝贝计划里的那把机关枪吗 宝贝计划我特别喜欢看 这个自行车就是出现在我是谁当中的道具 而这个滑雪板想必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知道了 就是出现在警察故事4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尽管这些道具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但是呢它却成为了成龙电影当中不可或缺的道具元素 在香港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史上 成龙的动作片是继李小龙的功夫片之后 最具票房号照例的电影类型之一 在成龙参演主演或导演的一系列喜剧功夫片或警匪片里 始终贯穿着善必胜恶正必压邪的浩然之气 与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打斗鸡曲 跟李小龙功夫片展现的无路的悲怆和嗜血的复仇全然不同 成龙的动作片大多充满着一种有惊无险 随机应变 出其制胜的喜剧感和轻松感 在很大程度上 成龙的出现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行侠仗义 承恶扬善精神的延续 又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 飞速发展的香港经济 相对乐观的社会心理联系在一起 更在两岸三地 东南亚一直全球观众中 形成了一种屡败屡战 百折不挠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梦幻机制 成龙电影当中的功夫元素 一直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中有一些诙谐搞笑的打斗场面 成为了成龙电影当中的标志性画面 这也开创了喜剧功夫片这一特殊的流派 而成龙这一身好功夫要得益于父亲的启蒙 出于对于儿子未来的规划设想 以及对京剧的喜爱 成龙的父亲决定让成龙拜师于战元 学习戏曲 于战元生于北平 曾是内地著名的京剧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居香港 并创办了中国戏剧研究院 他的弟子影响了一代香港电影 成龙在于战元中国戏剧研究院 经历了磨练和成长 对他以后的发展道路 性格品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影响 所以成龙曾经这么说过 房道龙是陈岗生的父亲 于战元是成龙的父亲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微微泛黄的纸 就是传说当中的卖身器了 据说当年进入西班子的学徒 他们的家长都必须签一份这样的契约 其中有 倘有天灾病症 各安天命 私自逃走 两家寻找 玩猎不服 打死无论等条款 据说这是当时进入这行的一个规矩 也就是所谓的生死状 这要是让我签 我可得好好想想了 成龙当年在正式出道之前 是七小福其中一员 七小福是于战元20世纪60年代 在香港开办中国戏剧研究学院时 所收的七位门生的总称 是一个戏班 七小福由来于于战元 在一次京剧表演中 选了元龙 元楼 也就是洪金宝和成龙等 袁彪 袁奎 袁华 袁武 袁泰等七人 担任七小福的主角 后来因为演出非常成功 于战元于是借此组成七小福戏班 七小福戏班成员共有14人 除上述七人外 袁和平也是当年七小福成员中的一位 多年以来他们都能学以致用 对香港演艺界包括戏曲 电影贡献良多 然而也有许多成员已经下落不明 没有了他们的消息 到了七十年代初 邹文怀离开邵氏 接受袁邵氏的强敌 电贸的资产创立家和 形成了邵氏 家和 立生和双南 四个院线一统香港的局面 在那时武术电影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于战元也越来越多的 把他的徒弟借出去当群众演员 和特技替身 这也使成龙有机会踏上了电影之路 A计划是成龙自签约家和第一部千万剧片 失地出马后的又一部千万剧片 自此片后 成龙的每一部电影的票房都超过千万元 该片由成龙担任主演 导演 编剧 无数指导 获得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动作指导 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动作指导 成加班 1985年获得金票房奖 这是真的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处场景呢 熟悉成龙电影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 这就是模拟电影A计划当中的一个场景 搭建出来的一个互动展示台 看着身后这些专业的设备几乎和真实的电影设置组是一模一样的 但既然说是互动展示区 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体验一般 想象自己坐在导演椅上 自己拿着摄像机拍摄 并且可以调整灯光拍摄一个完整的画面 想起来就觉得心痒了 那接下来就让我去过一把戏吧 那个灯光师 灯光师把那个灯打的低一点 这光线太暗了 调一调 调一调 还有你呢 摄像师 你看看你这机位调一下 这演员的脸都没有拍到 对 往左一点 往左一点 还有你演员 别玩了 别卖萌了成吗 赶快过来干活了 干活了 还有你 灯光师给你说的把这个灯光调的低一点 快点 快点啊 快点 我们开始开弓了啊 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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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心的观众呢 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刚才在模拟演戏的时候呢 手里拿了这么一把枪 你可别以为这是真枪啊 这是为了电影而制作的道具枪 在一般的电影当中 尤其是动作片 像这种枪啊 刀啊 是非常常见的 那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 这些小小的道具往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工艺 所以呢 要成就一部完美的电影 这些细节可要认真做到位呢 这个极库生活化的场景就是成龙的工作室了 成龙这么多年来呢 一直奔赴世界各地拍片 每到一出拍片呢 就会有这么一个工作室 同时呢 兼顾休息和餐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室里有很多和电影拍摄相关的材料 此外呢 还有冰箱 食品柜等等 另外 成龙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边洗澡边洗衣服 他会在淋浴的同时呢 把衣服放在脚底下踩 然后呢 再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 真的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人 在工作室全程参与影片初剪 是成龙电影始终如一的习惯 在佳合电影时代 在亚洲 除了成龙可能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 因为对待作品的坚持和较真 因为想要不断进入 反复修改 而自掏腰包 买下两台昂贵的大型胶卷式电影剪辑机 放在自己私人的地方来使用 这台八片盘式胶卷电影剪辑机正是其中之一 电影的实际拍摄呢 总要经过多次的剪辑 才能剪出理想的效果 所以呢 在电影胶卷的时代 往往呢 一部电影的完成 需要有大量的废弃的胶卷 通常夜间呢 会把这些废弃的胶卷烧毁处理 但是成龙呢 珍惜每一寸作品的记录 他认为烧毁胶卷也是不环保的 于是呢 他把这些胶卷都保留了下来 为了拍摄电影《警察故事4》 成龙呢 专门学习了潜水 一个月练习潜水呢 达到了350个小时 那这不鲨鱼牙齿呢 就是当时的潜水教练 所给成龙的礼物了 《警察故事》系列呢 成为了成龙电影当中 最卖座的一个系列之一 《警察故事》第一集上映之后呀 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该片呢 不仅打破了之前香港金像奖 最佳影片都是由文艺片获得的常规 更是因为成龙在片中挑战了 个人极限的搏命式打斗 而引起了巨大争议 风光演员的背后 往往包含着整个电影团队 几个月的心酸与危险 尤其是在高难度动作电影中 动作设计更像是一场侥幸的豪赌 生死一线绝不容许任何细节上的披露 所以对每一件特技道具的安全性 成龙都永远给予最高的重视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身后有一辆车 而它的旁边呢 有一个模拟的路面 还有一个下水道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路面呢 是垂直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诶 我想呢 这也许是模拟电影当中的一个镜头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好的 那接下来 让我们的摄像机旋转90度 大家看看是不是电影当中 常见的一个画面呢 走到这里呢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 我非常眼熟的东西 就是这部电梯 这部电梯呢 出自我非常喜爱的一部电影 就是01年上映的贺岁大片 特务迷城当中的一个场景 这部电梯呢 真实地在线了 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公酒店 电梯的神秘风情 就是在这部电梯之内 成龙初次邂逅了徐若轩 并且开始了他在土耳其的 神秘之旅 特务迷城秉持了成龙一贯的 博命精神 飞车 追逐 高空坠落 其父创意的动作场面 配合土耳其本身的抑郁氛围 一幕幕环环相扣的紧张剧情 展示了一场充满神秘色彩的 震撼世界盛宴 中文字幕优优独播剧情 1980年 在香港的电影事业 已经蒸蒸日上的成龙 决定信心备职的飞越太平洋 来到他心目当中的电影圣地 好莱坞继续他的电影市场 继续开拓他喜剧功夫的神话 但是事不随人愿 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和冲突 使得成龙第一次进军好莱坞 备受坎坷 《杀手豪》是成龙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由于受到好莱坞制片体制的诸多限制 成龙没有能够发挥出功夫喜剧的表演天赋 影片更像是好莱坞制作模式 与中国功夫的奇怪组合 上映后票房平平 只有500多万港元 成龙的好莱坞处女座 可以说就这样失败了 《炮带飞车及其续集》 是成龙在好莱坞拍摄的另外两部影片 1980年 炮弹飞车随杀手豪后上映 之后不久 其续集也在美国上映 但是这两部影片 丝毫没有挽回成龙在好莱坞的局面 以惨淡票房收场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炮弹飞车在洛杉矶的上映 当地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成龙日 这也是成龙收获的第一个成龙日 其后 佳和公司出资 成龙还拍摄了影片 《威龙猛将》 翻向仍然不高 自此 成龙结束了他的首次好莱坞之旅 1994年 重振旗鼓再次踏上好莱坞土地的成龙 早已今非昔比 这次他远赴美国目的 就是拍摄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新片 《红番区》 影片投资一亿多港元 开创了成龙电影大制作的开端 上映后 该片引起巨大反响 从此成龙一炮而红 开始了他征服好莱坞的序幕 世纪之交的1999年 第三次踏上好莱坞土地的成龙 拍摄了新片《尖锋时刻》 这是一部好莱坞警匪动作片 和成龙搭档演出的是 好莱坞黑人脱口秀主持人 克里斯塔克 中国功夫加上美国式的幽默 看似杂货的拼盘 成就了尖锋时刻 2亿4400万的全球总票房 从此成龙国际功夫巨星的地位 正是在好莱坞获得认可 多年前已在好莱坞星光大道 留下手印脚印鼻印的成龙 得到了好莱坞对自己现身电影事业的肯定 那在2002年的10月4日 以《尖锋时刻》、《上海正午》、《燕伟福》等作品为代表 已经成功距身好莱坞国际巨星的成龙 再一次收获了西方人对自己的肯定 成功地在星光大道上联名 这也是成为了记忆李小龙之后 第二个在星光大道又有自己星星的中国人 而洛杉矶政府呢 为了纪念成龙对电影事业的贡献 特把这一天呢称为成龙日 而这一切一切的荣耀呢 都是鸣克了对这位东方功夫巨星的 不选传奇的肯定 那在我身旁的这片照片墙呢 其实也是世界上的明星 对于成龙的一些祝福和记忆 像是刘依斯 托尼霍克 肯尼基 还有新锐的音乐家 诶 大家看 这个镜头不是我吗 我的照片怎么会在这儿啊 来了来了 来来来来拍照拍照拍照 诶 等一下 这边好适量是拍照的呀 我先拍一个自拍照啊 当然也别急 哦 这应该就是我刚才忙你偷闲 拍的这张自拍照吧 还挺好看的啊 我这是成为了新锐音乐家 还和这些大明星合影 真的是太过瘾了 成龙拍电影是一个惯用的原则 就是不用替身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在打斗戏当中啊 受伤是经常发生的 那这面墙呢就记录了成龙在拍电影时一些受伤的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在拍摄《飞鹰计划》时 成龙的胸骨被打猎一位 在1986年拍摄《龙胸虎地》时 成龙遭遇了脑出血 左耳头骨凹陷碎骨内衣 那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受伤之后 成龙呢依旧坚持不用替身自己亲自上场 为我们拍摄了那么多经典好看的电影 这种敬业精神 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成龙公布电影成功的背后 少不了这样一个团队的权力支持 那就是成家班 成家班呢成立于1979年 征战影台已经30年了 曾经9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武术指导 五次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和世界特技师大会最佳动作特技奖 位于香港购武术班底之首 成龙和成家班呢不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更是群比金尖的手足兄弟 成龙电影始终坚持着 有动作不暴力 有向了不下流 成龙说过 每一次拍电影都会门心自问 这部电影能不能给自己的儿孙看 如果自己的小孩能看 全世界的孩子就都能看 正是这份根植心中的责任 塑造出独一无二的成龙电影哲学 让成龙的电影从中国走向国际 更走进每一位观众心中